我們開啟這個 default.html 編輯 並且在第一個段落插入這個標題 影像logo.gif 那首先要怎麼插入這個logo 在image室裡面圖檔都放在image室裡面 然後把這個logo怎麼加進來 其實你可以用插入影片的方式 或者直接拖拉最快 拖拉就拉過來之後 放在第一個段落放開 那這個圖檔就會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就直接按一個確定 因為這個替代文字不需要 就按確定 那這個圖檔就被放進來 接下來的話複製 他說複製這個data.tst打開來 他要我們做什麼動作呢 把這個tst的這個文字檔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把它貼在標題影像下方 所以把它複製 那怎麼複製呢 Ctrl-A全選 然後再Ctrl-C複製起來 接下來的話呢 再切過來到default.html 把它做一個Ctrl-V貼上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文字貼過來 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呢 設定考生服務網的文字 文字部分的一個顯示方式 貼過來之後的話 第一個 它要在這邊建立什麼呢 建立一個選取器的名稱 叫webtitle 那這邊的話呢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這邊底下有CSS 那CSS裡面的話就是 其實實際上要增加一個樣式表 從這邊也可以看到這個CSS 或者是說呢 在你的右手邊這邊也有一個CSS的面板 面板 那實際上長的都差不多 就是說在CS4或者在8的版本都差不多 這邊也可以開 那這邊也可以開 那首先的話我們要新增一個樣式表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 CS的樣式表裡面呢 去新增一個 那新增的話 這邊有一個加號有沒有 在這邊有一個加號 新增 CSS裡面加號 加號就表示說 我要新增一個樣式 新的樣式表 那從這邊可以去做新增的動作 那把它點下去 它要我們去新增一個webtitle 所以這邊的話點下去 名稱的話呢 就直接根據它的題目要求 就是叫webtitle 直接打上去webtitle 那這邊的話呢 直接就直接按一個確定 一個類別 那這邊的話是一個類別 然後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就會進到裡面做進一步的設定 webtitle 那它要我們存在哪個地方呢 這邊的樣式表名稱 它沒有要求說要放 那這邊的話 我們名稱 給它也叫webtitle 好了 直接儲存 就會多一個css 它的名稱就是webtitle 那字型的部分呢 它要36個像素 那字型的顏色呢 就是99 99 這邊 進來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字的大小 36 36 然後呢 它這邊有一個 單位的部分呢 是要是像素 所以是pso px 跟點不一樣 再來的話 字型的顏色 顏色部分呢 直接輸入 緊 990000 好 好了以後的話呢 就完成這個設定 按確定就可以 好 確定之後呢 我們就建立了一個css的樣式表 並且把它存在這個根目錄底下 再來的話呢 第四個是 第四小題是設定水平線 水平線 在什麼呢 在這個日期的下方 這個下方 它說 在今日日期 集 這個2003-2001的下方 在今日日期 這邊下面 確認一下 其實你們可以 因為它有時候 這個文字敘述 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把這個完成檔 它要在什麼呢 今日日期的上方 今日日期上方 然後加入一個什麼呢 一個圖檔 圖檔的話就是line.gif 在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是這裡 那這個line的話在哪裡呢 實際上就是在 網站裡面有一個line 這邊有個line 那你把這個line怎麼樣呢 把它拖拉過來 放開就可以了 那這邊的話就會產生一個 這個水平線 那直接按確定 因為不需要替代 替代文字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A的部分 然後呢 在什麼呢 在新書登場 新書登場 跟什麼呢 認證課程 文字上方 所以新書登場 找一下 新書登場 在這裡 上方這裡 插入一條水平線 那水平線在哪邊呢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找 插入裡面有個叫html html裡面就會有個水平線 水平線 那這邊的話就會有 加上一條水平線 那特別注意水平線 跟新書登場 這個中間的這個enter 把它拿掉 讓它中間不要隔一個enter 那在底下的話 還有還要在認證課程上方 加一個水平線 所以一樣的動作呢 在插入html裡面呢 就是找到水平線 並且把那個 這個地方的enter 把它delice掉 那這樣的話 你就完成了這個水平線的設定 不過它水平線的寬度 必須是700個像素 那對齊方式呢 必須靠左 那我們怎麼去設定這個水平線呢 首先呢 請點一下水平線 底下這個屬性就會改變 改變的話呢 把它的寬度輸入 7 這邊的話 輸入700 700 像素 那對齊方式的話呢 請把它改成靠左 這邊 把它靠左 好了以後的話 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點一下 然後這邊寬度700 並且把這個對齊方式呢 把它改成靠左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這一個第四小題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五小題 接下來要設定的是什麼呢 設定再往下 在這個地方 往下它要 第五小題 在今天日期後面 今天日期後面 加在一個日期 這個我剛剛加到 日期的部分很簡單 插入裡面有一個叫什麼呢 插入的期就可以了 那這個期格式 選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